你觉得华人士是分成很多快乐 我想可能这个也是一个过程 当然我觉得当权者这个 自法单位没有及时的 把这些调性的这种文宣 及时去处理 或者是灭火的话 造成了这个恐惧继续蔓延下去 那么这个也是最主要当权者的政治目的 可以说我说这个是一个阴谋 然后刻意要制造这样的恐慌 让大家去传 传了之后最大的希望就是 下一轮如果有versight 还是有什么反什么多元媒体法等等 这一类的东西 他要照着什么效果 就是华人不敢上街 这个是他最大的效果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经过这一场 这样的这个916的机会之后呢 大家可以一笑自知说 也达不了这么这一种机会呢 也不能起到什么害怕 所以我们克服我们自己的恐惧的时候呢 这一种宣传呢就开始失效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更有效的方法来去克服它 因为我们目前大家都不相信 制法单位或者是我们的当权的执政党呢 有这种意愿去消灭这种挑衅的言论 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挑衅的言论的幕后黑手 我可以这样讲 我这个就是他们的幕后黑手 因为当场今天出席的有部长 有这个最高理事 武统的最高理事会 所以就等于说他们同意 并且我们一般都说 作为领导人 我们在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们必须对机会负责任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是有保安人员 有我们自己的这个 捡垃圾的 有人派水 这个就是领导人的责任 我们不能遇到事情之后 我们说这一小处的人 不在我们同意底下做的事 那么这个是我们要负责的 那么今天所出席的所有的部长 所有的武统的这个最高领导 他们必须要负责 甚至首相 因为他公开表扬这个机会 那么他也有这个责任 对这一小处不守法 而且造成一些公共秩序的 这种破坏的 这一小处的这个示威者 或者是这个机会者 必须要采取严厉的行动 对 因为刚才示威的那边也有说 如果你有Perset V 我就会跟你正面对抗 Betan Bung 他就会说我会跟你Betan Bung 我想想应该下阻不了Perset V 我想这种威胁 我们也应该就是要 像我做的 我们必须要克服那种恐惧 不用害怕 可是现在的问题 在华人社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 好我知道这一招已经不管用 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 我们下一步的路在哪里 我不知道说你们要分享一下 我想再加一点可能养育学 我想Perset给了我们可以说华社 参与者有一个新的一种意识的提升 就是当天出席的人 我们可以说即使是70% 80%是华人 但是当天出席的大家都不以华人自举 大家都是说我们要救国 我们以这个公民 我们要一个公平的社会 我们要腐败的政权 要结束腐败的这种政治制度等等 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们华人应该怎么样 甚至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华小要怎么办 这些比较限制于族群的那种诉求 完全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想垮了这个路之后 就不要垮回去说我们华人要怎么办 我想这个国家的危机会继续的蔓延下去 我们会看到更大的政府的公信力 越来越低落 那么我们应该继续以公民的身份 监察发源和甚至再次的集会 来运用我们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 这个就是我们像刚才杨律师所说的 我们不能没有行动 我们不能被恐惧 而阻扰了我们运用我们自己在这个社会的权利 OK了解 在这边刚好有一个网友先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先回答一下 那一个叫Richard Choi的网友他就说 就那些挑战性的海报 政府好像也没有什么表示 那是不是增加了我们心中的恐惧呢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杨律师来回答好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用理智的方式去处理 就是说如果他只是一种挑战的话 我们可以甚至可以去自知不理 我们不要去中了他的圈套 要去有一种什么强烈的反应 对 我们就以理智 别人要做不理智的事情 让他们去做 我们就大而获自是不是 那冷静的对待就是一个 冷处理就对了 可是像刚刚就是YB有讲说 其实经过Berset 5之后 他说其实我们华人应该 我们的格局要大一点 就是说我们讨论东西 我们不要再以华人来去思考 我们应该站在马来西亚公民的 这个角度去思考 那我不知道说你在这个观点上面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非常赞同 就是就像我们一个国家 就是人民就像在一艘飞机里面的乘客 不管你是多少巴仙是什么族 多少巴仙是什么族 你都在同一辆飞机里面 你也不可以跳出来 如果那个飞机师呢 要毁积的话 这个比例 种族的比例 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应该 我们不要再以说 马来人应该怎么样做 印度人应该怎么样做 华人应该怎么样做 这个奥兰拉斯利应该怎么样做 我们就说大马的公民 应该怎么样做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像你刚刚举那个例子 那个飞机 像我们 我们如果是 如果坦白先说了 我们华人是少数族群的话 我们是少数的比例乘客 我们是以飞机的乘客去想 可是 驾驶飞机的人 跟大多数人 不是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才能 在中间达到一个共识 然后大家取得一个共识 走下去呢 杨律师娘子 教育提升意识 那么多帮 多帮助 所有的 不分种族的 去帮助所有的 马来西亚人民 比如说你祭平 你祭平不要用 要不要分种族 你帮助人家 生肇 教育基金等等 不要再分种族了 不要说 某某 我们只是帮某一个族的人 废除故打字吧 但是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不是几年内可以 可以 看出效果的 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 可是我们其实都已经知道 在可能在 过去十年 这个 废除这个故打字的呼声 我们已经不算的提出了嘛 可是大家还没有找到一个时机去执行 所以我不知道说对你们来说 其实是有没有 你们觉得说 还需要多一段时间去观察吗 就看说马来人那些真的是比例 真的很不平均到这种地步 还是说就立刻应该废除这个故打字 我们转向就是扶贫 就是扶贫的制度 这样子的东西 理想你们觉得在短期内可以执行吗 我想今天甚至我们也不谈到 故打字 我们也不谈到到底 现有的这个扶贫政策 是不是符合我们全民 或者是各族群的预言 我想现在大家必须要有一个公司 就是刚才杨律师说的 就是我们在同一架飞机上 如果这个飞机下降的话 或者是有出事的话 大家都是一样 族群的比例在这个乘客里面 根本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呢 大家首先要认同的就是 这个政府大家都有责任 那么这个政府要用怎么样的方式 来调整我们的这个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呢 首先呢我们先要选出 先要找出这个有公信力的执政当权者 不管是首相一直整治 执政党呢 他必须要向人民交代 那么今天我们感觉到很失望的 就是916本来是一个 庆国的建国的庆祝 但是反而我们看到呢 执政党本身呢 没有尊重这个我们马来西亚立国的精神 反而呢走了倒退路 回到一个这种狭隘的那种种族的 或者甚至我也不觉得不单单是种族 这种是显示出这个权力的那种 那种怎么说呢 那种发泄 然后我想呢 这个就是令我们感觉到很失望 那么我们也就是为什么人民感觉到 这个改变 这种政体的改变 是势在必行